2022年2月19号晚间 国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北京应邀以视频方式 出席第58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 并且发表主持讲话 王毅表示 中国和欧洲有必要也有能力 为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王毅在会议中强调 中国和欧洲是世界上两大力量 两大文明 有必要也有能力 为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双方要把握住中欧全面战略伙伴这一定位 不应一时一世而动摇 中国将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 支持欧盟团结繁荣 支持欧洲战略自主 同时我们也希望欧方能够跳出 对华三重定位的思维定势 坚持对华合作的主导面 把稳互利共赢的主基调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掌握中欧关系健康发展的大方向 王毅在现场回答了主持人有关中方对于北约东扩 欧洲安全和乌克兰局势态度立场的问题 对于乌克兰问题解决的前景 王毅表示乌克兰应当成为东西方沟通的桥梁 而不应该成为大国对抗的前沿 中方认为在乌克兰问题上 现在应该尽快回到新明斯克协议这一原点 为什么大家不能坐在一起进行充分的深入的讨论 来织定出落实新明斯克协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大家需要共同努力的事情 而不是一味的去推高紧张 制造恐慌 甚至去渲染战争 在视频会议中 王毅强调对于欧洲安全 各方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关切 其中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 应该得到尊重和重视 而中方也期待各方通过对话协商 找到真正有利于欧洲安全的解决方案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Antarctica Films Argentina